他九岁还没断奶 不仅要乳娘当众喂饭 还曾将大泥泥咬出血 此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传言他是个施虐狂 无数太监宫女受其折磨 那么溥仪真的是个变态吗 自从三岁进入紫禁城后 溥仪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每天趴在乳母王教室怀中吃奶 这让他感受到无尽的安全感 随着年龄增长 他意识到做皇帝的好处来 那就是说一不二 宫中奴婢们都不敢得罪自己 所以他吃奶的时候更加不顾忌 只要想就立刻让召唤乳母王教室 一直到九岁的时候 溥仪依旧是一天三顿不辣 直到这天老太监张千和有事来禀报小皇帝 结果刚进屋内 就看到了这令人不齿的一幕 虽然自己已经算是阴阳人 但还是觉得很尴尬 溥仪也看到了这位不速之客 为了缓解气氛 张千和便开玩笑说 万岁爷咱九岁了还吃奶呢 作为一个太监敢这么跟主子说话 张千和并非胆大包天 而是从小就是溥仪的老师 两人的关系说远不远 可没想到张千和话还没说完 溥仪脸色就变了 将其大骂一顿还不解气 又将近视房的年轻太监叫了过来 命令他们暴打张千和 也就是自己的老师 可以说溥仪的心理早已扭曲了 在这个冷漠的皇宫里 他看谁都不顺眼 和谁都能瞬间翻脸 张千和被打得浑身是伤 卧病在床一个月 而溥仪也意识到了不妥 自己毕竟是个皇帝 也要面子 于是便求助乳母 没想到对方也帮着张千和说话 按溥仪平常的个性早就翻脸了 可意外的是 他非常听乳母的话 这主要是因为三岁起 他父母就不在身边 所以就将乳母当成了亲妈 亲妈说话非常好使 王娇是说 不然你以后蒙在袍子里吃 这样就没人看到了 可彼时炎炎夏日 溥仪虽然避免了被人瞧见 但全身闷的都是汗 他十分恼怒 于是嘴里发狠将喂饭神器咬出了血 这下乳母只得养伤 溥仪被迫中断 这么一搞 他阴差阳错成功断了奶 但此时宫中大环境也变了 由于后宫妃嫔都想跟溥仪搞好关系 可他眼里只有乳母 关系密切到让旁人嫉妒 就这样一场针对王娇士的阴谋来了 无论是太监婢女 还是杂役宫或下等罪奴 都会主动找插王娇士 不是与其对骂就是上手对打 溥仪想不明白 乳母明明提起好 也不爱说话 怎么就和别人发生冲突呢 还没等他琢磨透 上面的老妃嫔们就擅自做主 称王娇士品德不端 扰乱皇宫 最后被轰出宫外 溥仪当时才九岁 根本无力反抗 他在回忆录中表示 在乳母身边 才能感受到自己身上最后一丝人性 但随着乳母离开 他开始彻底变成了毫无人性的变态 那么接下来溥仪都干了什么令人不耻的事情呢 你这个球啊你 你在这这这这这 我把你给占崖了你信不信 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上了 听好 现在是民国 皇帝溥仪被冯玉祥指着鼻子骂 要搁在之前必须得株连九族 可惜大清已经亡了 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溥仪表面正常 实则心里早已扭曲 他进入皇宫后不久 便喜欢上了虐待下人 独打宫女 看到地上要是有什么脏东西 就会强迫太监们去吃 在王娇市这个乳母没有被赶走前 溥仪还算有些人性 每次殴打他人时 只要是乳母一开口 他就会乖乖听话 乳母还告诉他 人和人是平等的 都是会疼的 然而自从乳母被后宫非平设计赶走后 溥仪整个就变了 在宫廷日志中 曾记载溥仪一两天内 打了足足17名太监 可以说已经上了瘾 只要溥仪点名哪个太监上前 那么被点名的太监 无一步下的瑟瑟发抖 有一次溥仪命御膳房端来一条 活蹦乱跳的鱼 让叫做李长安的太监生吃尽度 于此也不准吐出来 李长安怕挨打 只能照做 没想到吃完之后 溥仪还不过瘾 又让人拿来一只活的螃蟹 让对方不吐壳子吃尽肚子 李长安照做之后 溥仪变本加厉 又拿出了铁砂 这可是金属 吃尽肚子里不得要人命吗 太监吓得连连求饶 好在当时王教士还没有被赶走 在人命关天的最后一秒 其他太监将王教士给请了过来 这才保全了李长安的命 不过王教士的话也不是很有用 不过他十分了解溥仪的脾气 这是必须得干成 于是在他的提议下 将金属换成了绿豆 好歹是个食物 此事过后 溥仪又无聊了 说个题外话 溥仪可是一个潮男 网球羽毛球 自行车照相机等等 只要是个新鲜玩意 他都会上手把玩 所以将这门活碰乱跳的小孩子 每日关押在沉重封闭的后宫中 他的心就会十分压抑 这天溥仪得到了一把猎枪 于是他二话不说 走到太监居住的房子里 照着窗户挨个打进去 也不管里面有没有人 更不管这些人是死是活 溥仪知道 自己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主人 太监宫女们都不敢惹他 只觉得这是个恶魔 但从人为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是没人 给予溥仪感情上的支撑 他没有朋友 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所谓亲情 所有人都在用揣测的目光打量他 当溥仪稍微大一些的时候 他不再捉弄太监 而是将精力放在了宫女身上 因为自身年龄不大 而伺候他的宫女都是年龄大阅历深的 谁都想爬上枝头做凤凰 于是他们就开始施展出浑身解数 而溥仪的第二次堕落也就此开始 这个九岁还没断奶的男孩就是溥仪 他一生三次称帝 隶属整个大清皇帝 溥仪无疑是其中最摩登的一位 他戴着金丝眼镜 穿西装打领带 一直行走在时尚的最前眼 可他的两人妻子却相继提出离婚 最终他和小护士走到了最后 那么溥仪婚姻为何一波三折 其实原因就一个 那就是没有生育力 这一点他自己也亲口说过 年少无知的时候 身边围绕的宫女心思不正 会让溥仪一起玩游戏 这些游戏可不普通 其实就是不可描述之事 溥仪觉得非常有趣 便没有拒绝 而这些宫女们为了能爬上枝头 各个热情万分 溥仪在回忆录里曾写道 一晚上曾有数位副宫女前来 等到隔天早上的时候 溥仪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由于这种事情触犯公规 一旦被发现 这些宫女的下场极惨 所以为了能掩人耳目 这些宫女就会拿来一些特制的药丸 哄骗溥仪喝下 长死以往 她的身体就这么垮了 当时的溥仪身边 没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等于说是被操控的傀儡 等到她长大快结婚的时候 才意识到为时已晚 一股莫名的恐惧蔓延在心头 溥仪不敢请太医 也不敢让任何人知道 后来她与妻子宛容结婚 可当天并没有圆房 接下来一段时间 溥仪也刻意与之保持距离 她并非不喜欢对方 而是怕拆穿了自己的隐级 而宛容本身也走在时尚前沿 家里也都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 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丈夫不一般 最终她选择了身边的侍卫 并不慎怀了孕 她忍受直接杀死了这个孩子 处死了侍卫 宛容经过这次打击后 一并不起 最终育郁而终 后来大清灭亡后 溥仪身边的下人被遣散 她从一个连擦屁股都不会的主子 变成了要自己洗衣打扫卫生的普通人 这种差距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但时间会磨平一切 溥仪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后来53岁的她 相亲认识了一名叫做李舒贤的护士 当时对方只有37岁 比自己要小很多 溥仪十分满意 不过刚结婚 女方就后悔了 她没想到对方压根不是个男人 此时的溥仪已经经历了几段失败的婚姻 全部都是无性婚姻 她已经害怕了 于是便对着李舒贤下跪 祈求对方不要离开自己 女方最终心软 虽然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但她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 不用上班不用工作 只需要每天参加舞会等等 在溥仪死后 她一直受到各方的照顾 一直活到了72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